今天凌晨一辆白车开到彰化知名蛋黄苏鸣店 博厄家门口 驾驶下车不是来排队 而是在门口放了两对半丧事用的保联灯 然后开车离开 让排队民众看傻眼 保联灯字卡还写着 生意新龙 裁员广记 署名许藤原油漆哥 店家连夜报警 上周五 一名许姓男子一买不到蛋黄苏 加上铺满店家态度差 到博厄家拨期 今天凌晨 疑似又去博厄家挂宝联灯 他还在脸书贴出 店家被挂宝联灯的照片 警方已在追查 两人是否为同意人 上次店家为了席室宁男 没提到 这次被挂上保联灯 忍无可忍 用这个商事挂灯 有恐吓的意味 所以就到本分集提起告诉 网友也痛替游七哥 第一集 吃不到月饼就这样揍人家 也有人纳闷 到底有多好吃 吃不到就弃成这样 董新闻是有多想吃啊 报导